这是典型的火土结合掌 充满活力 但是偏急躁 从文录来看 生命线初期跟智慧线 粘贴比较长 处事比较谨慎保守 加上虎口低火星秋这个位置 出现褶皱 更加说明比较保守谨慎 不敢发表自己的太多的意见 有自己的节奏 看不惯别人慢慢折腾 常常是独自一个人 也能够胜任复杂的工作 这点从智慧线深长 清晰有力 也能够看出来 聪明 实践能力比较强 这里要说的是 生命线被横文干扰的时间 和事业线中断的时间 是同期的 说明 同一时期在事业方面遇到阻碍 而且这个横文跨越了生命线和智慧线 说明这次的困难打击比较大 精神上 智慧线上 也受到了打击 这个就不太好处理 只能是自己慢慢的消化 因为本身 他不是一个很放得开的人 比较容易往心里去 所以事业线断开一段时间之后 生命线也变得浅淡了 但是过了这段时间 事业线和生命线又变得清晰有力 说明完全恢复了 而且这个时候 有另外一条事业线 从生命线出发 走向中指下方 土星球 那么这个说明 在这个时候 事业来源于家庭 成家立业 另外一半助力 等等因素 会让事业重新进入到正轨